站到赛场,战胜的只有自己 没有打球,上场就是干了 哈喽,兄弟们,相信你们跟我一样 在8月10号的凌晨守在电视机前 看看咱们中国队4×100米的接力的表现 虽然遗憾没有像上级奥运会一样 我们站到了领奖台 但是四位小伙子的表现真的很棒了 就像赛后苏神说的 中国队发挥了今年赛季最佳的成绩 尤其是预赛阶段的陈家鹏霸气冲现 再次震撼到我 我相信未来陈家鹏还有非常大的潜力 通过这次奥运呢 肯定会有更多的人来去关注陈家鹏 而且这位小伙子性格真的是超级超级好 今天5月份我有幸采访到他 下面我就带来这次的采访内容 让你们可以有更多一个角度来了解陈家鹏 接力跟单线的区别可能于接力是一个团队的项目 需要一个团队的公信力 团队的一起的干劲 接力可能跟你单向完全不一样 单向只管只好搞好自己就好了 但是你接力可能会考虑到整个团队 今年的起跑上面有很大的改变 起跑加速前面有很大的改变 因为去年的起跑跟加速都一直不是很好 途中跑去年稍微好一点 然后今年的团队跑也没有去练 所以说今年后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因为团队跑没有去练 而且去年按照以前的方式 团队跑是我自己擅长的 但是今年完全没有展示出来 所以说在后面抓一把团队跑 我觉得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要是弯道的话 可能会说偏弯道技术更多一点 但是你知道的话可能 第二棒跟第四棒的技术节奏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第二棒可能需要一个整体的节奏 是慢慢越来越跑的越快的 但是第四棒可能就是一直干到底那种 因为我看现在你跑第四棒比较多 对 那就是你最后这个冲刺这块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教练组的安排吧 因为可能看到今年的个人成绩有所提高 所以说教练安排你到哪里 我觉得教练他有一定的安排 所以说就听从教练的安排 其实怎么发现呢 那这儿当时可能就是觉得练技走真的很累 因为每天要走好长好长 但是那这儿刚开始去的可能就是会觉得短跑轻松一点 但是慢慢接触之后发现每一行项目都没有那么轻松 所以说但是到后面也没有说觉得自己适合 就是慢慢慢慢走到这条路了 真的自己去喜欢去热爱 其实我一直以来对外界的东西没有太大的干扰 因为我觉得我是在生活在现实 我不是生活在网络或者是外界 所以说这些东西对我没有干扰 但是压力嘛肯定会有的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压力 所以说压力化作动力 表现出更好的自己 是有这种想法的确实有 但是首先你要知道自己的今年的缺点在哪 因为今年一直搞的是前程的技术 所以说我目前对我自己的单向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 因为今年还是要以劫力为重 所以说我没有去考虑过自己的单向 但是我们去欧洲会有一些比赛 可能到时候会有一些自己节奏上的调整 会跑几枪单向 肯定有啊 因为你个人的最好成绩提高了 你的个人实力提高了 对你的帮助 对你的接力帮助是非常大的 因为你接力靠的不是一个人的实力 是靠你团队四个人的整体实力 有所提高的话 你们接力成绩才会有所提高 所以还是很重要的 没有啊 我不会刻意去分割 因为比赛赛场嘛 因为我觉得赛场上 你需要的是那种霸气的东西 你不能说你上去了 见到对手就会心虚啊 这种 赞到赛场 战胜的时候自己 没有打鞋 上场就是干了 赛场如战场嘛 在采访中呢 我跟家鹏有一个互动 在采访前 那我脚上穿的就是这双 Mits B Sky Paris 家鹏看到这双鞋呢 眼睛就一下增大了啊 那他反过来问我 穿这双鞋的感受 那他说他在不穿低日鞋 在做一些基础训练的时候呢 就非常喜欢穿这双鞋 虽然他不知道这双鞋的全名啊 那他说这双鞋很好穿 反向速度很快 而且很轻 首先我是非常赞同他对这双鞋的评价 同时这双Sky Paris 在这次巴黎奥运会上 也有非常不俗的表现 以上这些奥运会出现的 涉及到公路长跑的运动项目 这些运动员选择的都是 Mixby系列的马达松竞速跑鞋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双Mixby Sky Paris 和他的双胞胎兄弟 Age Paris 那这两双鞋长得是极为相似 但性格截然不同 想入手Mixby系列的朋友 是一定要分清他俩的 因为在他们的上一代 我曾经尝试过一脚一只穿他们去跑步 差点把我跑分裂了 那首先你要知道 这两双都是亚瑟士的顶级碳板跑鞋 是给那些想突破自己的跑者 或者说运动员去设计的 快是这两双鞋追求的唯一目标 那他俩区别也非常简单 一句话总结就是 Sky Paris他针对的是大步伏跑者去研发的 而Age Paris 他的是面向小步伏高步频的跑者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力量型的跑者 有着像黑人精英 或者说欧美运动员那样的大长腿 跑前偏前掌落地 有很棒的登身爆发 完美的后撩 跑子很帅 极具力量美感和观赏性的大步伏跑者 那你必须选择Sky Paris 为了这部分精英人群 Sky Paris还有一些特别的设计 首先就是前掌的碳板要更宽了 然后就是后跟很窄 所对应的前掌中底位置也要更宽 但这里要画一个重点 这是Sky和Age Paris 他们两双鞋的外底的触地面积 注意啊 是触地面积是几乎一模一样的 因为我把这双鞋合起来给你看一下 这样看比较直观 看到了吗 它整个的外底前掌位置的触地面积 宽度是一样的 那它的中底加宽在哪呢 在这看到了吗 在中底的内外两侧 以钻石形加宽 也就是有一个突出的三角 它是用结构来去支撑发力 那这个设计的优点在于 不会因为直接加宽外底 所带来的和地面接触面积增大的 不顺畅感 和Age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到 其实非常的明显 内外都有这种支撑加宽 那Sky探板的位置呢 要更加接近于足底 弧度也相对的平缓 有不错的弹拨属性 更加贴近足底的设计呢 主要是追求更快的中底反馈速度 这对于大力量元元脚趾登身发力来说 可以更好的利用泡棉和碳板的优势 中底厚度相较于上一代呢 前后呢各增加了0.5毫米 前掌的是34.5毫米 后跟呢是39.5毫米 充分的利用到了世界田连的规则 中底材料呢也升级成为了FF Turbo Plus 有更灵敏的回弹和更高的能量 那Sky Paris和上一代相比呢 是大幅的减轻了重量 官方给出的重量比呢 是从上一代205克减到了183克 那一般国际呢都是以US9码 也就是425呢来去称重的 那我实际测了我手上的41码 那Sky Paris左脚呢是167克 右脚呢是172克 那H Paris左脚是178克 右脚是174克 在鞋底加后的前提下 减到这个重量 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下面我们来看H Paris 它呢是更多的为 像我们这样的亚洲跑者去设计的 因为我们的腿和身体的比例呢 没有那么的夸张 我们的步伏呢也就相对的小 包括那些亚洲的精英选手 为了弥补小步伏 我们呢会主动的去加快步频 那H Paris的碳板呢 会更加的贴近于地面 这样呢就流出了更多的泡棉压缩的空间 那这就让我们的脚可以更多的感受到这块FF Turbo Plus 泡棉的能量 那可能在这里还是有很多朋友有疑问啊 就是为什么碳板的高低不同可以影响到跑步的节奏和发力 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吗 我给到你们答案是肯定的 穿着感受和发力方式会非常的不同 那这里我再解释一下啊 先说Sky 那Sky的碳板呢是要更加贴近于我们的脚底 也就是它更靠上 再加上碳板的面积要更加的大 那我们踩下之后呢 是用整个碳板的面积来对下层的泡棉带来压强 所以真的需要非常大的力量 才可以享受到下层泡棉带来的那种爽感 和这块碳板所带来的一些弹波的属性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会说穿Sky硬的原因 因为你们的脚力量不够 真的是踩不动啊 那A制碳板呢要更加贴近于地面 所以碳板上层的泡棉要更加的厚 我们的脚更多的是对这块泡棉直接发力 而Sky呢是跑者通过碳板对下层泡棉发力 所以这两种发力的顺畅感和力传导是非常不同的 再加上A制的碳板 在前掌位置弧度要更大 跑者在更多的享受泡棉优势的同时 也可以利用碳板滚动的优势 所以总体来说 A制对于小步伏高步频的跑者来说 是更加的省力 OK那上边呢就是亚瑟士的两双超级碳板跑鞋 Mix Biscuit Paris跟AID Paris的简介 和分享给你们这次巴黎表现非常优秀的短跑小象 也是我目前非常喜欢的陈家鹏的一次采访 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角度来去了解它 OK那这次的Mix Report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